慈禁在大陆所援建的第一所学校 江西宜春市的白竹慈禁小学 1997年5月成立 十多年下来 乡里的孩子因为有小学就读 才能顺利地继续升学 现在乡里更有了许多的大学生 让这一所小学不再是小学 而是全村人的希望 积雪退去 山路更加明明 这是冰块啊 对 冰块 这是昨天就结冰了还是晚上结冰 不是 晚上结冰 晚上结冰 小心打滑 每一步如履薄冰 这是飞溅檀香孩童的求学路 步步辛苦 步步得来不易 学校在哪边 学校在 对 学校在那边 哇 好远哦 十多年来 白竹慈禁小学 陪着飞溅檀香每位孩童一起成长 黑板上的知识 自航间的品德教育 这里还有慈禁人的爱与关怀 从96年元建到现在 白竹慈禁小学 让深山里的孩子能够完成小学课业 继续一路往上升旋 而目前在这里还有100多位学生 但接着星期假日他们并没有上学 所以我们要带观众朋友到他们的家里去走走 看看他们在家的学习状况 校长带着我们来访 孩子正搬出长板凳 往门口一摆 开始写作业 万福和万健 都是白竹慈禁小学的孩子 数学 害羞却相当懂事 兄弟俩假日不玩耍 因为要读书 还得帮忙照顾亲戚的孩子 困苦环境 让人成长 家中许多孩子都是祖母一手照顾 赖永卿不是年纪最大 却知道要带着大家一块热书 想读书 读书更好 你要读大学吗 受教育才能改变人生 白竹慈禁小学也改变了飞剑谈虾 孩子的未来 厨师帮我们建了校以后 我们这个图书就发现了 我们建校十多年来 从厨师中高中大学都有很多 而且考取大学的比例 比我们周围几个村都要高 像是万兰和万圣 他们已经是初中生 平时住校 假日返家后还得帮忙农活与家事 但他们很惜福 更感谢 因为有白竹慈禁小学 让他们能够一路盛学 当然很感谢 好好读书呗 就是不让父母失望 也长大了不让自己后悔 很精简 要我们好好读书呗 孩子的进步 父母亲最欣慰 在外地打工 一年见不到孩子几次面 但因为教育 让孩子懂事也懂得感恩 即使毕业即使长大 每位孩子不忘的是 慈禁人对他们的关爱 这一份感动 是一辈子的温暖 谢谢台湾私人 是你们 让我们可以读书 大爱新武欢迎你陈立伟 江西以春采访报道